一个人,只有一颗心,真爱,是一颗心里只有一个人,如果一颗心里有两个人,那不是真爱,入了心的人,怎么可以忘记,动了情的心,怎么可以放下,说放下了,忘记了,不过是自欺欺人,就是嘴上不说,心却思念到酸痛。 当真爱出现的时候,往往不是恰好的时候,因为年少的自己,不懂得什么是爱,总以为爱就是一个家的模样,是成家立业,当遇到真爱,才发现,多少夫妻不过是策合拥有,真爱的人,即便爱而不得,但心却是一辈子得到了,即便被迫分开,但哪能将心心相应分开呢? 转身离开的时候,听到了鲜碎的声音,不是吗?不打扰,不联系,我祝福你幸福一辈子,但是,你再也不知道,我失去了你,就是痛苦一辈子,原本是突如其来的遇见,因缘却是实实实在在的陪伴,多少人,有缘无分,眼睁睁看着爱从身边溜走,那就忘了吧,从此见各一方,不再相见,但是, 说忘记的时候,是让爱情重新温习了一次,那些爱情的片段,就像电影回放,心里住着一个人,身体里留着一段情,怎么放? 白天,用忙忙碌碌碌碌的生活,来折磨自己,夜里,却怎么也掩饰不住思念的忧伤? 常常,辗转难以入眠,一觉醒来,泪失震惊,心中有爱,但不能对谁说,想要见面,但真的不再可能,想要联系,但害怕地扰和伤害,想要牵手,但手不知道往哪里放,想要再争取一次,但总觉得是纠缠不清,就这样,爱不能爱,放不能放, 纠结的心,悬空着,一辈子,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,常常,莫名其妙打开手机,想要拨通电话,还是没有按下去,看合圈里还有他,但一直没有留下关注的痕迹,多想,今生为了爱情不管不顾,多想,今生为了原本哪怕去资本也行,想了很久,但有什么用, 最后,留下苦涩的泪水自己擦,有一种真爱,叫有缘无分,有一种心情,叫相见恨晚,有一种错过,叫爱而不得,有一种思念,叫一生相随,有一种无奈,叫转身离去,有一种余生,叫无理和欢,有一种语言,叫气不成声,一个人,一颗心,只能折骂一个人,这样的爱情, 即便一辈子都没有拥抱和牵手,但心灵的依偎,是一生都在,不管走到天涯海角,都是带着满满的爱情走下去,曾经爱过,不管解决如何,请好好珍惜,千万别伤害,其实,真爱一个人,宁愿担负双倍的痛苦,也不能让心爱的人,受一点点委屈,如果可以,请将爱帮存在心底,当你苦了累了, 搬出来看看,原来,心中一直都是幸福的模样,从今往后的日子,不会孤单,即便爱的人很远很远,但思念的时候,很近很近,竟在直取之间,仿佛,一伸手,就可以触摸到,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